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是最新一位陷入麻烦的王室高级成员 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丈夫被指控从一名阿拉伯石油商那里接受360万美元的现金贿赂 据称 这名石油商交付了一个手提箱和几个购物袋 里面塞满了面值500欧元的钞票 据报道 哈里王子在1000万美元的王室津贴被削减后告发了此事 王室内部人士称 查尔斯王子正在兜售权势而接受调查 女王伊丽莎维二世的长子被指控利用个人慈善来洗钱 据说 这些赃款是由卡塔尔前首相谢赫·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亲自教父的 据报道 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马克尔一直在与王室其他成员展开公开战争 现在 王室担心哈里王子或梅根·马克尔会曝光查尔斯王子更多的丑闻细节 据《国家问询报》报道称 查尔斯王子在克拉伦斯宫的几次秘密会面中得到了现金 据称 在2015年 查尔斯王子收到了一个装满120万美元的小行李箱 还有几次收到了用豪华杂货店 弗腾摸索的购物袋提来的钞票 这对查尔斯王子的名誉来说是一个黑暗圣治 让人不可思议的污点 很有可能是女王去世 查尔斯王子继位后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 这可能会搞垮整个纸牌屋 一名朝成还表示 事态的变化没有让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不高兴 有消息称 他们自2020年从英国逃到加州以来 一直在与其他王室成员开战 哈里王子以前在采访中多次提到 君主制是一种腐败过时的制度 因此 王室家族甚至担心哈里王子参与了更多丑闻的曝光 据报道 查尔斯王子被指控向阿拉伯亿万富翁出售头衔 签证和特殊待遇 以赚取巨额财富 这些指控目前正在调查中 2021年12月 有报道称 沙特亿万富翁 马哈福兹·马雷·穆巴拉克·本·马哈福兹 在2014年向王室慈善基金捐款后 他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和一个秘密头衔 向王子基金会捐款仅仅一年后 查尔斯王子就受于穆巴拉克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这是一项仅次于爵士头衔的荣誉 据报道 哈里王子也收到过这位沙特亿万富翁的巨款捐赠 用于与伤员同行和其他慈善机构 在查尔斯王子现金换头衔丑闻曝光后 哈里王子称他在2015年曾对穆巴拉克的捐赠动机表示担忧 哈里王子似乎在提醒宫中 查尔斯王子当时公然无视他的怀疑 或者是他太蠢了 根本没发现这一点 查尔斯王子称对现金换头衔完全不知情 但哈里王子强调说他曾经发出过警告 这暗示他的父亲和顾问们 对这位超级富豪的现金换头衔伎俩完全知情 他们甚至是在全力的配合 据国家问询报报道 哈里王子可能更深入地揭露了查尔斯王子的其他交易 因为最近的事件似乎表明 他和梅根马克尔诋毁王室不会有什么损失 在最近一次参加女王登基70周年庆典时 威廉王子和查尔斯王子拒绝见他们 女王也禁止他们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与王室成员见面 这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真正的妻儿 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既他们不再是核心圈子的一部分 除了怨恨和复仇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一无所有 查尔斯王子的违法交易只是冰山一角 据报道 哈里王子正在准备连番大规模杀伤性言论 这些言论将彻底动摇君主制 无一能幸免 据报道 查尔斯王子收现金被曝光只是一个警告 这类关于查尔斯的事情浮出水面并不奇怪 现在有传言称 真正的重磅炸弹是关于威廉王子的 哈里王子的哥哥总是能得到媒体 皇室观察家 甚至每个人的支持 哈里王子的前半生一直都是这样 公众对威廉的缺点视而不见 而哈里的一举一动都被挑刺 哈里王子已经受够了 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在7月1日迎来了61岁的生日 她已经离开人世很久了 如今她的生日来临 也只有威廉和哈里表达了怀念之情 查尔斯已经很久没有提到这个曾经的妻子了 伊丽莎白女王也不愿意再提及她 如今就连哈里和威廉都不是单纯的在怀念戴安娜王妃了 两个人都已经长大了 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 英国王室的权利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戴安娜王妃正在一点点被遗忘 卡米拉逐渐上位 哈里在怀念的过程中更是在蹭热度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戴安娜王妃真的就成为了过去 戴安娜王妃一直都是英国王室难以跨过的门槛 她的离开让查尔斯一直无法真正的抬起头来 英国王室成员也一直利用戴安娜王妃 来打压卡米拉 其中最为活跃的自然是威廉和哈里 两个人成年之后一度对卡米拉非常的厌恶 他们认为卡米拉害了自己的母亲 当然英国人对卡米拉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毕竟相比于卡米拉 戴安娜王妃的风情万种更是能吸引人 只可惜戴安娜已经离开人世太久了 以至于很多人已经开始忘记了她 这一次她迎来了61岁的生日 当我们看到王室成员怀念戴安娜的目的也不单纯 就连哈里都只是想利用母亲的热度而已 哈里对戴安娜的态度一直有些复杂 他对威廉向卡米拉妥协非常不满 不过哈里也并不是真的想要为母亲争取权利 他一直想要的就是追求热度 至于亲情 他可以将自己的父亲比作大反派 自然对母亲也没有太多的感情 哈里这一次晒出了一些照片 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戴安娜穿着非常大胆的照片 当然也有莉莉贝特模仿戴安娜的对比照 如今的戴安娜需要的是端庄的形象 哈里如此做 更是在利用热度来烘托利利贝特的存在 威廉虽然在关键问题上向卡米拉表示妥协 不过她对母亲的亲情并没有改变 威廉在晒照片的时候就注意烘托戴安娜王妃做母亲的照片 我们看到她大部分选择的都是戴安娜穿着打扮得体的照片 只有最后一张选择了开放式的造型 对于威廉来说 她的内心对母亲是有愧疚的 她为了自己的未来选择向卡米拉妥协 如果不是威廉的放弃 或许戴安娜王妃不会如此快的成为过去时 戴安娜或许最初就不应该进入英国的王室之中 她显然不适合王室之中的尔虞我诈 当然 更加重要的是戴安娜王妃没有对抗经验 面对王室的阴暗一面选择了离开 这也成为了一切悲剧的开始 如今哈利只想要蹭热度 威廉也不再坚守曾经的原则 戴安娜王妃的生日也只会越来越冷清 此后 凯特模仿戴安娜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 英国王室正在逐步抹去她的痕迹 卡米拉坚守十余年终于修成了正果 她也用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相 那就是再厉害的角色都不如活得久